董事長 各位中間朋友也有我的董博 也有我以前在電視台的時候的董事 我想他們剛才很多先輩在說到台灣人民 其實跟我們說 他們剛才說過那個事情 我跟統合去說就是台灣人民的精神 那個內涵在國方面 有國方面的問題和國方面的努力 這個台灣人民的概念差不多十年前我開始有這個概念 我講一個小故事 本來我在古金山技術 台下的教授的技術 我有那個圍龍 簽約 簽約的時候每一年 因為電視台都要在我們美國的11集叫做American Hour News 電工庫 開花 我在古金山的時候有另外一個董事 那時候東歐解體 由於波蘭來美國 這麼優秀的結果 你開花的時候老闆說 Frank 我英文名叫Frank 他說Frank 你的工庫是怎樣 都固定在那裡 那個Mark是怎麼說徐年提高 他跟我說 他說Mark 雖然是那個波蘭的人 但是他那個長相 他又大下去 他就變成美國人 這樣 所以他就有可能 因為古金山技術人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在他們的世界 尤其後來電腦繪圖 很誇張 他說你們台灣人 在這裡 雖然因為我在那 其實在美國跟調査的人 像我而已 他說雖然你們 不可以賣東西 但是你看你們比我早期的人 他們說他們賣東西 但是他沒辦法變成美國文化跟技術的代表 這樣 我聽聽了 我就 同意 我有那個同感 這樣 那是我關鍵 要離開美國回到台灣 最終始 不管是高學 或是調査 會發展 後來我也想到一個事情 我 就是說 想到一個事情 我感覺 我完全 了解這個狀況 如果有一個美國人 在台灣 不管他跟雄雷花 唱歌曲 他都不能比作台灣歌曲的代表 所以我要回到台灣 來 好 後來就說 台灣人民 差不多 國際朋友 都有說到那些描述 那就是台灣人民的名文 遭遇 努力 或是挫折 都在那裡 我做一個技術 來講 我覺得 我會把台灣人民這個規定 這個精神 這個困惑 或是努力 在歷史裡面 落下印記 落下印記 但是說 不光五句 如果來了解台灣的人 要讓他們知道 台灣發生這些事情 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 我們知道 時光流逝很快 雕塑一個好東西 如果那個東西放在那裡 他可以放一千年 一千年 一千年 這樣 那東西 是一個文化的記憶 鑑達 所以我說 當時在回家 回家 回家 不消失 這是我 我要做這個東西 做一個藝術 來觀察社會發展 鑑達精神 要把這個東西變成 用藝術來表現 變成一個 不光說 永恆的記憶 不可不滅 這樣 好 我又說 創作 其實開始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都認 當然 屬性也是 說 政治人物 是一個 地方 國家 或是制度 要改變的 主要的 力量 屬性也是這樣 所以開始的時候 那個時刻 會在代表性的人物 其實我的概念 當然 我參加 很多的歷史資料 我開始的動機是 不是什麼人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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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表現 有一個人 為了台灣的自由民主 公平 政治 在奮鬥 但是 接著去 本來這個作品 我開始想的時候 是差不多25人而已 但是我後來 包括你們 導覽裡面有一句 說 追求自由民主 人民是追求自由民主 最堅固的力量 跟 後盾 然後 我們在 爭取自由民主的路上 並肩勇敢向前行 這樣就對了 所以人民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我們雙腹的時候 就感覺到 老百姓 那是人民 那個票 倒下去 表示支持 那是一個力量 如果沒有那個支持的時候 我們 對 消費制度的改變 可能會變成一個 沒辦法 就寫人 空手 夢想 所以 創作裡面 有一部分是人民 人民 說 我的書課 包括 原住民 鼠農 工廠 工廠 家庭 甚至 台灣學生的事情 如果去注意看的時候 我有把一個小學生跟一個北越路的 學生 騎在頭前 台灣 對救助民主的 這條路 需要年輕人投入 他們是下一個世紀的 下一代的主人 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 需要 一代一代的人 繼續努力 所以這是我做台灣人民的概念 感謝大家